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3-1 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 原本已经有些外出 但搞定其实也有 而且现在还蔓延到英国 就是这个黄背心运动 黄背心运动有什么意见呢 大师 法国从来都有一个革命的传统 现在法国的国歌 都是一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歌颂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的歌 大家觉得革命去搞这些事情 是很光荣的事情 所以到了这个地步 就很难去 很难去 说他们不对 所以他们那些人 就变成了 做这些事情 就是不同于香港 香港 1967年之后 大家都要和理非非 搞乱的社会 是很坏的 所以出来 就变成了 越消越烈 发觉很容易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的感受是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黄背心运动 就是由法国 最初有一帮左翼 现在英国也有一帮左翼 其实他们最主要针对的都是 政府不顾及一些基层 又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 俊哲的政策 令到他们觉得偏袒有钱人之类 我就奇怪 如果我们以香港左翼的和理非非 价值观 你应该谴责他们 我又不见香港有哪些团 经常都说香港不应该搞乱舞抗争 有谁冲入谁是鬼 那些人去谴责外国 为什么外国有那么多暴力抗争 你们又不谴责 你们觉得在香港搞乱就有问题 那你是不是觉得外国的暴力抗争 就不适合在香港进行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中共说得很好 就是西方的民主价值 不适合在香港推行 所以在香港就不适合你 没民主 西方的民主价值和西方的暴力抗争 是两回事 西方的民主价值不适合在香港 也不适合在香港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也是一个有鸡翅有蛋翅的问题 仍然说 外国人 外国的市民 是很多人都不介意暴力抗争的 而香港的市民是很介意暴力抗争的 那于是 这些市民是很介意暴力抗争的问题 就是从外国来说 暴力抗争 你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但香港来说暴力抗争 是会反而削弱了它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你说 快削弱力量 我觉得没问题 现在不是的 他们觉得你们是扰乱香港安宁 或者什么什么 就是他们宁愿有一个暴政的存在 都不能够接受一些暴力抗争 而且香港的暴力抗争 真的很濕 外国的暴力抗争是什么 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外国的暴力抗争 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就是扔石扔尊的事情 不需要说 喂 烧车 打烂一些商店厨箱玻璃去抗争 喂 这些就肯定了 你香港 入了博物馆 搏烂了我 是的 喂 香港都没去到这个地步 你为什麽要立刻出来操 我都没问题 那你不过又要谴责回外国 用同等的标准去看待 当然我都明白为什麽会有个分别 其实你看到很多所谓的黄背心的参与者 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中下阶层 甚至是一些基层 香港搞占中这些老老的 起码领导人 全部都是中产 即是这一个差异 可能就是令到群众运动的暴力程度 是会有个差异的原因 他们的基层 外国的基层 参与政治的 参与度很高 参与度很高 我觉得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香港的基层真的很差 太忙了 我一天回十几个小时 你真的不要叫我再理政治 其实最近老人中环那件事发生了之后 我都听过有些人说 喂 大佬 我一天都回十几个小时 你还要问我 有没有关注到现在老人领取的年龄 是延后了 我就算是就来可以申请的 我都未必会去关心 所以有时 那些国家是越穷 政治越稳定 就是不等他那么有钱 这个就是当年的时候 已经说了 Toccaville 已经说了 那个法国为什么那么有钱 法国是全欧洲大学最富有的国家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在法国发生呢 因为那些人是 其实就是 那些人是有钱有闲的人 多了才会发生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 我想外国读书的人是比较多的 就是一个窮人 一个没有读书的窮人 是很难会发生这些事件 但香港息质率不是已经到99.9%了吗 但大学入学率低 香港大学有些人不是很高 但实际上是20% 20% 在外国有5-60% 6-70%很平常 甚至台湾的100% 你觉得我们香港的大学生 是很支持勇武抗争的吗 不是 起码都是 主要很多领导勇武抗争的年轻人 都是有大学程度的 是没错 因为勇武抗争是一种 是一种很教育的东西 就是Samuel Huntington 在1960年写一本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已经说了 当很多小学毕业的人 失业 做会发生是暴亂 很多中学毕业的人 失业 做会发生 不流血症变 很多大学毕业的人 做会发生革命 现在就是很多时候会发生 因为很多大学 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生 还有一个我认同的就是 就是民族文化的传统 因为有源自法国大革命的传统 很多左翼的人 都会觉得我们 透过街头抗争的方式 甚至是暴力的方式 去增强我们的要求 是有一个你所说的 流血多开心 都未必是开心 起码觉得 这就是我去秉承 我们以前的国家民族精神去做 但是香港就没有一样 还有还有 这就是恐怖分子情意结 譬如今次的黄培申运动 就是搞到马克隆会屈服 就是他就是会作出某些让步 那些燃料税就是不会 就是我们说是会推迟 甚至可能取消发动 如果你搞个暴力抗争 是会令到政府让步的 那就不得了了 有些什么我都搞 大哥 因为我先试试你能不能够 现在就是香港是正面不够 不单止香港 其实中国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传统 以前你说中国去上访 或者要求政府去改善 而发动一些群众的暴亂 不是没有的 但是中国通常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有理无理 铸压了 将所有 直到今时今日都是 你在大陆搞什么维权 什么叉猜都好 先拘捕你的律师 先拘捕你的领导 如果我们中国政府是有错的 我们日后慢慢改善 但是改善是下一步做的事情 要令到这班人受到懲罰 和受到处置 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 这个跟外国不同 外国觉得如果你是对的 或者你的势头是强的 我们就去温服 但是这个当然就是中国 和香港和欧洲的分别 这个也是我和很多人的 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完全是从实用主义来看的 就是这个 Evil but it works 就是似乎是 似乎是这种东西是有效一点的 所以我会觉得 你会很理想主义 我会很实际地看 好像这件事 虽然是大家一定 作为我是一个非政府人士 我想我是示威的机会 大概是震烂的机会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好像这件事很有效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这样做是什么呢 你欧洲能否让你去搞些流血冲突 或者暴亂 其实是一种蝎虹 我搞得 譬如这个黄背心运动 当然了 搞了九个星期 都有几万人上街 但是如果我觉得有用 那些人就觉得 那是时候收手 都争取了些东西 慢慢那样东西就会蝎了气 但是你香港 不要说大陆 香港以前我们做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和李飞飞去洩气 意思就是我搞一下游行 搞一下集会 我觉得我好像影响到政府 就继续做 现在你中共就是 所有东西都不让步 那我们现在开始有人发觉 原来和李飞飞没有插用 就是搞暴力 暴力抗争都没用 那你现在那里集是好玩 但是你现在积住那些水 终于一天会冲破堤壩 其实我不相信 其实我不相信 我相信就是 就是堤壩 当然你起得高 你不会作某程度的洩洪 但是我先挡住你才洩洪 如果不是 那会很大 始终管制方式 但是你的水就是现在越清越满 欧洲的问题 我不觉得香港的水越清越满 反而你不觉得现在压力越大 反抗越少 是在短期 长期都是 你不发现他一路让步 你一路让步越来越坏 就是我觉得 我反而觉得不是 就是不应该是蝎洪的 就是我可以这么说 不要说香港了 你整个中国这么看 那你都是很多水 一路越積越满越满 我觉得如果被他们蝎洪 那会跌得更快 就是如果被他们稍为蝎洪 我就一定立刻倒台 因为積到一定的地步 就没得蝎 因为最初的水中很浅 就能不能让你蝎洪 但是如果你積到一定的程度 一蝎就大 但是他们最初回来的时候 是怎样的 他们最初回来的时候 就是淫捨 全部的肚子到处走 他最初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用暴力镇压 一开始的时候 即是他们回来的时候 那一刻 已经是暴力镇压暴力 那一刻就没得蝎洪 一路就一路就一路 一路就一路 一路就一路 你叫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团 一定要去收拾那一堆人 那一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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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好像这个法国明明的要求不是很高 那他们就会搞暴力抗争 然后政府就会回复 那你反过来 你委内瑞拉 喂 现在他们那些人 连赤子都可能没得用 有很多人可能是温饱都成问题 但是政权还是可以很健在的 不需要接受你们任何的 其实不用说香港或者中国大陆 你委内瑞拉是不是一个典范 就告诉你 政府做得很差 其实那个群众都是推翻不了的 其实是习惯不习惯的 其实习惯不习惯的 其实习惯不习惯的 就是法国是不习惯的 那你就会发生 而且始终都是 所以我也不太相信 我也不太相信 我都不太相信 传统那种泄雄那些 真正似乎是暴力 骗住民众 那些有效一点 顺从管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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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会说这一件事 就是以前我们经常都说 民心思变 就是说当你不停地去镇压民众 他们最后就会发动暴乱 革命推翻政府 是的 现在现在 陈锡不说的时候 揭杆起而言 今时今日打架车 有很多工具 今时今日 你怎么没机会 现在那些武器 是不同以前的 先不要说这些 然后我们看到 有很多革命成功的地方 譬如我们当日说的 阿拉伯资春 他们那时的经济 其实不是很差 当然可能会有十几百%空胀等等 怎样都怪不过 现在委内瑞拉 结果这些反而成功 但是委内瑞拉 搞到现在都不错 你觉得怎样解释 我觉得就是 你讲过这个也是中共是对的 你要禁止外国势力走进来 外国势力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 关门打狗 你一定要关门 你这些外国势力 譬如你埃及 你当你那些人的外国势力 你的外国势力 不是接触民众是没问题的 当你外国势力 之前我跟你说过 台湾的军队不能打狗 你不会被外国势力 接触你的政界和军队的力量 你一接触到那些 变成他们接触到那些外国势力的时候 你就会整个政府来说解 即是他们说大家不震压 因为他们已经和美国都谈好了 那就不震压 但是那些人完全接触不到的时候 他们不敢不震压 因为我很感叹的地方 曾经有很多新的 阿拉伯之中 有很多新的革命力量出现 譬如我们用和理非 比起勇武抗争是更加有用的 以前有一个旧派 就是当人民忍受不到 生活的水平的时候 他们就会推翻政府 第一步一步 你现在伏格是不行的 你应该说和理非肯定无效的 但是勇武抗争 就要外国势力才有效 这是基本原则 所以外国势力是最重要的 没有外国势力 还没有抗争 怎么办都不行 接着我看回委内税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我们经常都以为 那些人已经受不了 可能生活有问题 就会推翻这个政府 但原来 我们现在要去到 生活有问题的水平线 随着科学和窗名 是很难的 即使没有赤资 三餐饮包很难 但是他们就可以找得到 方式继续生存下去 还有互联网也是相差很远的 即是你有互联网 你有很多娱乐 或者有很多宣传的层面 可以透过这一件事去宣示出去 有很多人说 互联网就是促成了很多革命的发生 智能手机 是的 但我反过来说 如果我在家 我可以维持一个很低的生活的质素 已经可以令我觉得其实不是很痛苦 我就不会出来搞革命 你一部智能手机在手 你和刘明伟的享受是没有分别的 是 是拉近了很多所谓的贫富 史提芭士不保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 Ready Player One Ready Player One 就一样 一部手机 你和所有有钱人 和所有的贫富完全減到零 至少在某个范畴里面 拿着手机那一刻 拿着手机那一刻 你和它分别 但问题是 一日之中 你和所有有钱人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如果你说 我现在的生活很差 我就把我吃饭工作 以外的时间全部放在手机那里 你那个生活的痛苦 就比以前那种 要搞革命的人 是相差很远的 知道你饱了 是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要由黄背心运动讲起 然后讲委内瑞拉 甚至我们讲中国香港的情况 我觉得过往 很多人说 我们要以史为鑑 我们要用以前的历史去看待 究竟现在搞革命 怎样才可以成功 或者现在一个政权 怎样被中化 我觉得很多的论述 已经过时了 我们现在看到 有很多 就是全部突破了 你们以往的说法 由你说那些民心很痛苦 所以就会去思辨 去到和理非非 就是现在主流去更动 或者去推翻政权的方式 我这些所有东西 去到人民很痛苦 就可以革命成功 那些全部都可以 雖然他手上的灯 随时可以完蛋 这句是一定要讲的 还有就是 我讲的 还有一个更加大原因 就是因为 现在很辛苦的革命 对不对 但是革命成功 现在革命成功 现在革命成功 又抢钱又抢女儿 所有东西都有 现在革命成功 又要承诺民主政府 又要什么 又被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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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我是帮大为福利 以前不是 我革命成功 我就是王 现在我革命成功 我都要做人民公佛 没有利益 反口 但反口被监察 又会再被监察 整件事 是很低 以前的军队 一入队 以前 一入队南京城 清兵打不到 一入队 见人杀 见钱 见女间 几开心 虽然美军入队 这一刻 都是有点乱来 但都比以前 去任场的时候 是好 很简单 你现在 烏克兰革命成功 那些人 继续被人说他贪腐 随时又要坐牢 意思就是这样 没错 贪腐而已 现在的问题 革命没有reward 所以大家也不值得这样做 动力少了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